你真的不舍就舍不掉 莱森他还会还你 所以真正懂得夜莹果报 你的心就放下了 人在世间有没有吃亏的 没有 一个吃亏的没有 有没有占便宜的 一个人都占不到便宜 没有占便宜的 也没有占吃亏的 你这一时占了他的便宜 莱森要还他 还得要加利息 哪里会占便宜呢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心是电力 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 你会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见到他的时候 还问他最近好不好 骗他以前一句不提 没思议 这是你有一点智慧了 看得不得 那你这个分别执着没放下了 这个境界在考验你的功夫 你不及格 你还念念想着这个事情不及格 根本质是薄弱无知 那是定功 大彻大悟 民心皆心 根本质 参学呢 参学是后的质 无所不知 是不是在境界里学无所不知 不是的 境界现前 你智慧就是你 没有境界的时候 心地干干净净净 一个念头都没有 不是从外面学的 不是的 这个不能搞错了 是面对着所有境界来的时候 你自然生智慧 来第一 决定不生烦恼 烦恼是什么 气情无欲 顺尽身贪爱 逆境身怨恨 不生这个 他生智慧 这些道理 我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今天 有没有参学 没有 我们随缘随着变 人家那个善才童子 那就是还原惯上四德里面讲的 随缘妙用 妙用是神智慧 决定不生烦恼 最后第五十三参 就是普贤普贤 舍大愿望 倒归结录 我们看他的标法 十中 这就是说明 善才童子修什么法门 自时至终 修念佛法门 跟老师一样 念阿弥陀佛 求生见徒 告诉我们这么一段事情 所有境界都结束 他才能普度众生 他们有一个法门 不知道 只要一结束 就明了 深智慧 不生烦恼 天台称之为 长心三味 这智德大师 称他们 唱明观念 唱明就是念佛 观念阿弥陀佛 第七个 往生论 天清菩萨造的 其常 无念 法门 求生 净土 净土中 三经一论 一论就是这一步 这是净土中 基本的 今天 网生论里面说 修五念门成就 毕竟得生 安乐过渡 这个安乐过渡 就是基罗世界 健康阿弥陀佛 无念是什么 第一个是礼拜 礼拜 就是修的 恭敬心 所以这个要知道 恭敬心是信德 跟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是一个意思 就是 离尽 祝福 离尽祝福里面 江三世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过去佛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介绍过 有过去 千佛民进 现在佛 像卢舍纳佛 华语经常讲的 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都是现在佛 世尊 也给我们介绍 三千尊佛民 现在佛 未来佛 哪些人是未来佛呢 一切众生 皆是未来佛 我们要用 什么样的心态 对待一切众生 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 对阿弥陀佛 就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对一切众生 这叫离尽祝福了 我们看这个人不顺眼 看那个人讨厌 你就看到佛讨厌了 一定要知道 他本来是佛 现在他还是佛 不过是迷惑颠倒就是了 我们不要看他迷惑颠倒 看他的自信 他本来是佛 这一点非常重要 把我们对于 这恭敬心生起来 恭敬心得了 那我们迷失了自信 所以才分 种种差别 觉悟量是平等的 第二个是称赞 你看跟这个华严金 十大愿望一样 称赞如来 离尽没分别 一切恭敬 赞叹就不一样 赞叹 与信德相应的赞叹 与信德不相应的不赞叹 所以善才五十三餐里面 有极为善有 那个行为不善 做贪成吃的 你看善才 有恭敬 有供养 没赞叹 与信德相应的善罚 他有 有礼尽 有赞叹 有供养 差别就在这里 于是我们要学习 这个人是卧人 卧人做了好事 事是好事 应当赞叹 赞叹他这一段事 他做的是坏事 不赞叹 不说 不批评 社会风起才能端正 这些做不善的人 他会惭愧 你看我做一点好事 你赞叹我 这个做了坏事的时候 他都不说 他都能包容 都能原谅我 他就会回头 一定要有个善心善愿 帮助别人 回头生安 不要责备 责备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去反感 不但不能接受 更生其怨恨心 那个事情麻烦了 你跟他接了怨了 以后在六道里头 渊渊相报我 没完没了 决定不跟人接怨 受了害了 受害也不接怨 我前两天在印尼 有一位同学问我 大概是 有人欺骗他 骗了他不少钱 他要找律师起诉 要把钱要回来 来问我 他说我这样做 对不对 我一看他 他是个企业家 很有钱 我说那一点钱 在你身上 也算不了什么 你用他用不都是一样吗 何必要去计较呢 这才叫修复 如果你真的是 没有钱被人家骗的 说这个是对你生活 又这样 我看你不像 你是大副长者 骗你一个几百万 不算生活 算了 别追究了 你真的不舍 舍不掉 来生 他还会换你 所以真正懂得 夜阴果报 你的心就放下了 人在世间 有没有吃亏的 没有 一个吃亏的 没有 有没有占便宜的 一个人 都占不到便宜 没有占便宜的 也没有占吃亏的 你这次占了他的便宜 来生要还他 还得要加利息 哪里会占便宜呢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心是垫 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 你会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见到他的时候 还问他最近好不好 骗这个钱 一句不提 没事一样 这是你有一点智慧了 看着不 那你这个分别执着 没放下了 这个境界在考验你的功夫 你不及格 你还念念想着这个事情 不及格 第三个呢 法院 法院求生极乐世界 第四个是观察 第五个是回想 五念门 观察 就是直观里面的左观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 对于四十真相 明白了 一切死 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五 性相 离四 因果 多清楚 多明白 这个叫智慧开朗 把自己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在今天 特别回向全世界这些苦难众生 化解灾难 无论 那无论信仰哪一种宗教 多好 发门平等 无有高下 应当把你所修集的功德了 要回向 祈求 我宗教里面讲祈祷 祈求世界和平 祈求灾难化解 阿 尼 佛 阿 尼 佛 阿 尼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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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